好 接著我們看小師生有3 它跟立體3是一樣的 這些下面有3個小體分別是3個級數 它我們把它展開來 把它展開來 那如果展開來之後呢 它是有限的話呢 請你把它加起來算算看是多少 我們一樣的一體體做齁 我們先從第一體開始看起 k等於1的話呢把它帶進去 說老師 欸 怪怪的 為什麼 欸 裡面沒有k啊 我要怎麼帶 我要怎麼帶 欸 它竟然跟k沒有關係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如果k等於1帶進去 它會是多少 它會是6 那如果k等於2帶進去呢 欸 因為它跟k沒有關係啊 k等於2帶進去 它還是維持它的原貌是6 所以你覺得k等於3帶進去會是多少 當然還是6 那你還要繼續寫嗎 不要再繼續寫了 為什麼 欸 看一下看一下 到哪邊 到無窮像欸 什麼叫無窮像 就是點點點點到不知道哪裡去嘛 要怎麼寫 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其實就是展開了 好不好 這個是第一小題要我們做的事情 就把它展開就對 因為你算不出來啦 無窮像喔 很多像 數字又那麼大喔 加不出來的喔 看一下第二個小題 A從哪裡開始 欸 不要亂 不要每時候A等 每時候都想成從1開始好不好 要看一下從哪裡 從2開始齁 所以我們把2帶進去的時候 都是3的2次方減1 再來帶多少 變成3的3次方減1 再來3的4次方減1 再來3的5次方呢 減1 還不再帶 不要再帶 為什麼 因為只到5啊 有沒有 只到5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幹什麼 欸 加起來嘛 極數嘛 就是要把它通通都加起來 有沒有有限 有限嘛 1234 才這麼四項而已 有限極數要幹嘛 要算出它的核 那我們就來稍微把它 怎麼樣 計算一下 339 9減1是8 33993 27減1是26 再來呢 339 9981減1是80 再來3的5次方是243 23減1是242 那你就要把這些東西呢 通通加起來 好吧 我們在旁邊偷算一下 8加26 34 34加80 114 114加22 是3 5 6 這個是你第二題的答案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三個小題 M等於1代入 也就是說 當你看到這個數列好像很複雜 欸 不好意思 又按到前面了齁 我們來翻回去 前一張 齁 再前一張 欸 好像太過頭了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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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終於找到了 好 我們下一張怎麼樣 你看到這個數列啊 好像很複雜 你不要管它 反正你看到M的地方 就是把1帶進去 接下來把什麼帶進去 把2嘛 2帶進去 把M的地方呢 用2帶進去 M等於3 帶進去 M等於4呢 4帶進去 還要不要再帶了 不要了 為什麼 欸 要看清楚 只到4而已 只到4 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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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不會算 應該要會算齁 1乘2分之1 還是2分之1 2乘3 6分之1 3乘4 12分之1 4乘5 20分之1 然後我們把它幹嘛 通通給加起來 通通 有限嘛 有限數量 我們就把它加起來 呃 我們現在怎麼樣 我們現在算 前面這兩個 2分之1 加6分之1 最小公費數就是6啦 所以它加起來 是6分之4 6分之4 加12分之1 是 12分之9 所以 12分之9呢 再加上最後的 20分之1 最小公費數是多少 最小公費數是 60 60的話呢 12是乘以5倍的 所以 95 45 24乘以3倍 60 所以是 60分之48 約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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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2的話 是 4倍 因為12的話 是5倍 所以第三個小提示 5分之4